朋友们好 又跟大家见面了 今天我们继续向下学习下一个空间 单向选择的radio button 我们还是从PVT开始 今天我们主要的内容就是介绍radio button的使用 先看一下本期课的这期目标 这期目标非常明确 本期课就是掌握radio button空间的使用 然后熟悉一下groupbox空间 radio button它就是 GUI上看着就像一个小小的圆形的按钮 这么一个东西 它主要是获得用户的选择 我们经常在安装软件的时候 会有一个许可协议 它里边就会有一个多行的文本框 里边写的一滴不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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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什么这个软件怎么怎么样 怎么怎么样 然后你只要使用它就接受什么什么授权 然后一旦这个软件造成了什么损失呢 我们是不负责的 就是把责任推推一干二净 但是你还不能盗版 这个时候呢 下面会有一个这个小的这个选择框 就是有两个这个radio button这个空间组成的 一个上面写着这个我接受这个许可协议 那么接受完了之后呢 你就可以按这个next的下一步继续安装 如果你说我不接受的话 这个安装筹一般就会自动退出 这里边用的就是radio button的这个空间 是为了获取这个用户的选择 所以呢一般是不单独使用的 可以让你同意也可以让你不同意 甚至还可以有三四个选项 那么选项之间是互斥的 你不能勾选同意 然后再把不同意勾选上 这样的话它这个相当于就是出bug了 逻辑上讲不通 然后呢这个为了实现这个多颗选项之间的互适 这个radio button的空间这个多颗选项之间 需要在一个组里面 也就是我们讲的这个group box 需要在一个这个组里面 好我们现在这个废话首说 先来看一下怎么使用这个空间 首先我们还是进入到这个eric fall的这个环境里面 打开最近的工程 我们一直在用的这个myspericute test的这个工程 这个工程也传到网盘里面了 大家可以跟着视频自己借 也可以到网盘里面把这个工程下下来 先打开我们一直在蹂躏的这个UI界面 哎呀已经被我们弄的是没法看了 好打开之后呢 那今天我们要增加这个radio button这个空间 我们把这个多颗五本框稍微缩一下 好腾出点地方 然后这个radio button呢就属于在这个button的这个大类里面 那么我们拖一个radio button出来 好这里边默认的就是一个radio button 那么一般我们会有一个选项 我们也假装像一个软件许可一样 在这放一个 然后我们再放另外一个 改一下名字 这个改成我同意 这个改成我不同意 好 那么上面我们再改一下这个 如果要继续学习本课程 请点击同意 否则点击不同意 把这个文本框的内容改一下 然后我们先生成一下这个UI文件 看一眼这个什么情况 这个过程大家也跟比较熟练了 compile我之后一般是没有错的 然后回到这个里面来 F2运行一下 好 我们看到这个已经 我们刚设计的进展已经完全显示出来了 那我们点一下 今天我们学习的这个课程 如果要继续学习本课程 点击同意 我们选择点击我同意 然后后来想了想 我觉得这个 我又不想不同意了 然后再点一下我不同意 这个时候发现呢 这两个已经开始互视了 那么虽然我们没有把它放在一个groupbox里面 然后我们再回到这个空间里面来 再拖一个进来 好 加一行叫 我也不知道同不同意 把这个文本的稍微拉大一点 好 现在是三个按钮 那么我们回来 还是一样的编辑一下 在这里面运行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三个按钮的时候呢 它也是会默认只选中一个 我同意 我不同意 我不知道同不同意 会选中一个 那么这里有一个问题 如果说 我们这一个界面中 有多个问题需要选择 并且每一个问题里面有不同的选项 该怎么办呢 你看如果我这边 我这是针对这个问题 同意或者不同意的 那么如果我再有另外的问题 说 说今晚吃什么 那就吃中餐 还有另外一个选择 就是吃西餐 好 还是编译这个界面 我们迅速的编译一下 看看它这个什么反应 F2运行 好 我们现在呢 有两件事情要选择 一件事情是说 我要不要继续往下学 另一件事情是说 我晚饭吃什么 好 那要不要往下学呢 我就选择我同意往下学 吃什么晚餐呢 我就选择吃西餐 这个时候发现 我选择吃晚饭的时候呢 这个问题跟我学不学习 是不矛盾的 不存在互吃款 但是这样的话呢 我点击吃中餐或者吃西餐 我同不同意学习的这个选项 也受到了干扰 那么怎么把这个问题解决呢 就是说在同一个界面里面 可能有不同的选项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博本框给它缩小一点吧 然后再加一个类似的 加一个类似的 我可以直接把这个复制 Ctrl-C,Ctrl-V加过来 也可以从里边再拖 这里边 这三个是这边的 这两个是这边的 这里边改一个 这里边也修改一下 今天我们学习 我们的目的呢 是让这两边的选择呢 不产生矛盾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需要加入我们提到的 这个另外一个空间 叫groupbox 这个空间呢 它的作用就是 在本例中 它的作用是 把这个不同的选项 给它分组 那么护士呢 只在组内护士 在组间 它是毫无干扰的 并列的关系 我们把这个 拖到这个上面来 好 把这个整个groupbox oh sorry 整个的groupbox 给它放在这个下面 好的 我们再拖一个给这边 好 现在这两边 已经被编入了 不同的组里边 我们再编一下代码 看看现在一个什么情况 然后运行 好 那么第一个问题 我们今天学去ray对button 要不要愿意 要不要继续往下学呢 我选择我也不知道 然后这边 晚上吃什么 这个时候你老婆 通常问你 晚上吃什么 晚上吃的 你说 哎呀 今天续雨这么累 带她去吃顿西餐吧 哎 这个时候发现 不会互斥了 那么 你老婆说 又改主意了 想吃中餐 想跟你省点钱 那就吃中餐 不管它中餐 还是西餐 你之前做的这个 学不学习的这个决定 都不会受到干扰 你说我同意继续往下学 然后这个省点钱去吃中餐 哎 不要紧 或者是想吃点好的 吃西餐 也不要紧 这就是group box 我们一个界面里边 如果有不同的内容 需要去这样忽视的选择 就把它放到不同的组里边 组与组之间 是不存在干扰的 如果你把这两个group box 都取消掉的话 那么这五个选项中 你只能选一个了 好 那么 这个group box 这个例子讲完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这个我们做了选择之后 我们怎么知道 我们选了哪一个 同样的 我们要给这个 结合曹函数来实现 在UI上肯定是做不到 那么看一下这个 read button 这是什么类型的信号 好 这里边看第一个 按read button.click信号 那么这就是说 当这个read button 被选中的时候 这个信号就发射出来 我们把这个信号选中 然后余下的几个 全部都选中 好 我们一共是五个read button 全部选中完了之后 点OK 然后 重新加载这个 程序 这里边已经添加了 我们新加入的 read button 空间的这个曹函数 同样的 我把这个概码放大一点 然后呢 还是同样的问题 这个我们 这一句 要把它减切下来 放到最后 看我这里操作快一点 然后这六个 未实现的这个异常 要通通给它去掉 不然这程序 直径到一半 一点崩溃了 那么我们怎么 怎么处理呢 先把所有的这个 拋出异常的语句 给它除施掉 然后点print u select r3 这样会快一点 然后复制 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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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制粘贴 这个是 r1的 槽函数 所以我们就按照 这个修改 以此类推 把下面这个 刮出异常的 通通都 改掉 这是5 然后这是4 好 改完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运行一下这个程序 看一眼 这个什么情况 好的 那么这里是我同意 没有反应 我不同意 也没有反应 我不知道同不同意 也没有反应 我先看一下 这是什么情况 关掉 先把这句删掉 它可能把出出套控制台的内容 给拦截掉了 再执行一下 我同意 我同意 好 Uselect R1 这个控制台 下面大家已经看到了 这里能不能放大 也可以放大 控制台也放大一点 然后 R2 R3 R4 R5 好 那么这个就相当于实现了它的曹函数 已经可以知道这个按钮被点击了 那么我们接下来看 这个不管是程序安装还是说你选择吃饭 它同时都会有一个默认的选项 一般来讲呢 像这种情况呢 它会选择这个 要不要学习 它会默认给你选 说我同意学习 然后这边呢 吃什么饭呢 它会给你一个默认的选项 说这个 吃中餐 或者是这样 那么这种 这样的效果怎么实现呢 我们点击这个 我同意这个选项 然后在它的这个属性栏里边 有一个选项叫 checked 把它勾选 那么就会默认的选中它 这边也是 我默认想吃中餐 我就把这边的这个 checked选中 这样呢 我们看这个界面上已经看到了 它默认是选中了 然后我们再回到这里 编译一下 编译完之后 运行看效果 好 看看这个就是默认的 我继续往下学习 晚上吃中餐 就是这么一个效果 那么这个默认的选中 已经实现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 说如果我 在这个其中一个reader button的这个 比如说我在选择 是不是要继续学习的时候 还想知道 我晚饭选了什么 就是我如何从 这个组的选择内容 知道另外一个组的选择情况 比如说我在这边的这个草案树里面 我想知道 我到底是吃了中餐还是西餐 那么我怎么办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目的是在这个reader button click的时候 知道这个reader button 4或者5的情况 那么我们就这样做 还是通过self selfreader button 找到这个空间 然后检查它是否被按下 那么有一个 is checked的这个方法 那么如果它为真的话 就是true 我们这里点击一下 说r4 is checked 那么如果它没被按下 而是这个5被按下了呢 同样的 那这边有个小bug 这意思是我们有把代码挑起来 然后我们就把上面这复制下来算了 再改大点 那就是r5 is checked 好 第一个记住了 我们再印行一下 看一下 好 这里我不同意 然后我同意 好 我同意的时候 这边说你选择了r1 然后同时r4 is checked 这就是r4 就是吃中餐 那么这边变成吃西餐的时候 我不同意 然后我同意 ok always checked 好 那么这个也实现了 那么我现在觉得 我不想这样了 我想 这两个联动 我同意的时候呢 我就吃西餐 我不同意的时候 我就吃中餐 怎么办呢 同样还是在这个曹函数里面 这个我就 把这个刚才的这个语句 给它注释掉 把这四行注释掉 所以如果我按了r1之后 这个我就把r5选中 那么同样的 这段我就直接复制过来 说我选中r1的时候 我同时写下r5联动的被选中 那就用 set checked 这个方法 然后同时传递给它一个参数的tree 就是让它被选中 那么同样如果是 r2被点击了的时候呢 把这个复制过来 就是r4跟着联动 ok 我们看一下这个效果 就是 我不同意的时候 吃中餐 我同意的时候吃西餐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清 这里 我不同意的时候 中餐被选中了 我同意的时候 西餐被选中了 这个就是 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效果 同意吃中餐 不同意吃西餐 那么 这样呢 我们这个r2 button这个空间的 这个常用的功能呢 就给大家介绍完了 差不多就是获取它的状态 修改它的状态 根据它的点击呢 进行一些操作 好 今天这个演示环节呢 就演示到这里 然后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客户练习 客户练习呢 有一个内容 大家回去可以试一下 这个说 使用这个r2 button空间 控制多化无猛框的 这个止读和读写属性 这个我们知道 多化无猛框是可以作为止读和读写的 并且这个属性是可以设置的 那么我们就通过r2 button这个空间 你在里面设置两个 在这下面设置两个 一个是止读 一个是读写 可以去练习一下 实现这个功能 好 那么我们今天这个课程 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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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